继林顿集市的成功 西宁省实际向继续举行塑料瓶集市 旨在提高居民和清烧棉的环保意识 来参加该活动 人们可以非砌塑料物品来兑换各种商品 该集市使用纸盒、纸杯、纸板等各种环保材料 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 这个集市的气氛非常热闹 吸引很多学生参加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 共建清洁美丽家园 我希望该活动将继续在更多地方举行 石西乡老战士协会也参加该活动 我们有一个展位准备了一些甜品 通过该活动 我们不仅可以回收了很多废金 而且还能提高居民们的环保意识 因此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打算每年三月份将举行 素六瓶集市 以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 我们将增卖非器物品 捐助贫困学生和家境贫困户 该活动结束后 租委会将把所收集到的数百公顷的素六垃圾 如素六带 素六瓶 素六杯 一次性吸管等进行处理 此次绿色兑换环保工艺洪洞 有助于增强人们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强化了time-end的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的观念 感谢